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先来看这个球海曼面对窦家兴把球再往窦家兴的身后船拉锁 这脚打门徐欢先把角度给封住了 短距离的传递出现了失误 澳大利亚队拿球之后快速的突破了 将海曼一对一面对窦家兴 看看窦家兴的位置选择 这脚打门海曼在干扰之下 没有能够打在门框的范围里 这名36岁的老将 已经参加过了五届世界杯和五届亚洲杯的比赛 右侧的这一球传到禁区内的这次投球攻门 47分钟的时候刚刚替补出场的中场球员惠勒 就在一次定位球的过程当中投球破门了 在边路附近的任意球和角球就制造了不小的威胁 在对位盯防的时候往往能够抢到第一点 而这一次这个球正好是送到了惠勒的头顶 而惠勒前插起跳 沈蒙宇这一下的调整传球出的不是特别的舒服 结果被澳大利亚队反抢成功 打到了我们防线的身后 这一次的一对一 澳大利亚队在第55分钟的时候由拉索的进球 一次快速的反击进球 后黄线上相对担保 而且对澳大利亚队刚才的这一下的出球点的限制不够 拉索从吴海燕的身后 从窦家兴的身前向内侧去挤 窦家兴已经尽量的跟对方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去做身体的对抗 张连这个球送的不错 看看滕家丽怎么处理 小角度选择直接的一角打门 直接找唐家丽 唐家丽这个球要的还是很巧妙的 张连燕完成了一角远射 看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 唐家丽进区里面正面被堵住 自己闪开角度再打一角 这一波进攻 其实中国队的反击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应该说是本场比赛质量最高的一次 中场过顶找唐家丽之后 唐家丽最后拿球卸的这一下 直接把对方的球员给绕过去之后 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再做给张连燕 这是这波进攻能够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阿里纳拿球之后 直接完成了一角外围的远射 球速不是非常快 阿诺德将球得到 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在2024女足国际邀请赛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澳大利亚女足是获得了2比0的胜利 阿里纳大利亚女足是获得了1比赛当中 阿里纳大利亚女足是获得了1比赛当中